我們先請我們的兩位大家長幫我們舉個讚 另外一隻手可以嗎? 舉個讚 他都希望說藥物的負重越低越好 標榜是其中之一 可是標榜還是會誤傷到其他不是那麼好 就是重要的器官 可是如果像我們現在在做外媒體或什麼 那個他的藥物的濃度又可以降到 可能像標榜的百分之一 簡單講就是說如果有一個新的載體出來 他能夠更精準的去到我們要投射的那個細胞上面 比如說癌細胞好了 他的用藥量更低 那這個就是要很精準 那怎麼精準就是要精準醫學的診斷 跟精準醫學的know how 才有辦法到那個地方 所以他還有很多的可以在做 所以他是牽涉到診斷治療研發 這個就是一系列的 所以很多精密的醫療 因為我這邊有在做 我們在做就是說 我們已經發現說 現在的藥比一般的化療藥低低很多 現在很多病人為了做化療就是很辛苦 甚至說他靈驗這樣就好了 我不要再做了 這是因為那個人沒有不夠精準 所以那個精密度就好像說 我們以前就是用大炮去打小鳥這樣子 現在是用型義飛彈去找 找目標 那個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螺絲他們最厲害 所以要去接觸他們 我們現在已經有在炒這個方向去 其實都已經 我產品都已經做得差不多 而且他們很有 你看他們非常有眼光 他們有AI 你看他 所以說我們兩家的企業是很相近的 他做得精準的 我們都精準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合作 是我想我們會很有 應該不久將來 會有一個好的成績會出來 因為我們的同質性還蠻高的 雖然是一個說醫療 醫療後面支持醫療 就是一樣的 今天是合作的第一步 那我們那個願景是挺明確的 就是要怎麼樣從一個精準檢測 精準醫療的一個角度 把這個value帶給台灣的病人 那周院長也講到 其實精準醫療跟精準檢測 其實那個範圍很廣 不只是藥物或者是檢測方面 甚至還包含到一些AI 或者是數位醫療方面 所以這個開發可能跟合作 可能是就要需要好幾年 然後從開始到 真的是有些亮點的話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是很榮幸的 跟剛才周院長很心虛的說 我們看得起他 其實是他們看得起我們啦 他們看得起我們 覺得我們有這個能力 去真的去 可以配合到中國富裕 去真的是把這些價值做出來 然後做一些 可以在國際上 可以做一個亮點 可以去發表一些論壇 說我們到底是在台灣 怎麼樣做到這個精準醫療 然後帶最大的福利給台灣的患者 我們覺得現在精準醫療 很多地方還是集中在癌症 因為現在科技 從科技的角度 其實癌症的那個 針對癌症的那個醫療 打個比方說 那個標靶藥物已經是有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 怎麼講 比較容易開始的一個地方 比較容易開始的地方 因為科技已經有了 不過當然是那個複雜性還是有的 不過一個比較容易的切入點就是癌症